男闺蜜怎么着结婚了吗 快了 你为什么不嫁给男闺蜜呢 我觉得你们俩其实挺合适的 因为毕竟我俩是十几年的发小 我妈也知道 如果我跟我男闺蜜真的有点啥事的话 现在还有她吗 我不是说啥事 其实你们俩可以考虑 这在心理上 我觉得这是多默契的情侣啊 对吧 你看时不长的在一起喝酒 每喝就酩酊大醉 逢年过节就送礼物 谈个恋爱你还没受欺负呢 就给你出各种主意来修理和考验它 我们下期见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李宗盛 李宗盛